警方在星期三晚上在旺角區展開代號激流的掃黃行動 直賭多間色情嫁暴 拘捕了12名北戶和9名馬夫 據了解9名被捕馬夫之中包括多名年輕人 事實上旺角區淫業近年積極轉變求生 更加2月入7萬元的高薪 吸引包括準大學生在內的有學歷90後潮南加入馬夫行列 我們的記者放蛇心入嫁暴 發現年輕馬夫多數是以斯文有善的態度銷售客 就算客人最後決定離開他都沒有加以阻撓 有馬夫直言現在一切都是以客為先 據了解他們這種貼心服務 的確招攬不少客人賺取可觀的佣金 然而就是這種可以賺快錢的心態 令年輕人挺而走險從事淫業 但就忽略了一旦東窗事發 將會和言終生的惡果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